首先,重点介绍的是混原装。 好,我下面来讲混原装。 所谓混原装是混然一体的意思,这是所有装法的基础。 搞懂混原装以后,其他的装法,举一反衫,柱类旁通,婴儿结。 首先,要演示的是平行部的混原装。 立正站好,宁神定义,两脚分开,与肩通宽,膝关筋微微弯曲。 臀部,四座非座,好像坐在一个高的凳子上的。 小腹保持放松,胸含蓄一些,两个手在胸前撑抱球状。 手膝向对,手指向对,收下壳,这好像夹着一个冰房球。 头顶有线计,好像有个绳子把针掉起来。 这个肩架要求撑三抱期,就是说抱的成分要大于撑的成分,通过抱产生外撑的力量。 肩撑走横,立贯掌心。 下面我来说一下,健身装与肌肌装的区分,不在它的外形,而是在它的思想活动,也就是一拳的假借。 如果我们是练健身,摆好姿势,我们想着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站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做休息式的运动,或者叫运动中的休息,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是练肌肌,就不一样了,内容不一样了,就好像同样的瓶子装着不同的酒。 练肌肌要求什么呢?摆好姿势以后,首先要增加个心理训练的内容。 我们好像站在一个广阔的大平原上,顶天立地,好像有这个欲与天公势比高的这种气概,或者说是会当灵觉顶,一栏中山小。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逐步的调整身上的各个地方的基础要求。 这样的目的是搭造肢体和意念的高度统一。 以上讲解示范的是混原装的平部开立的混原装。 下面介绍基础部的混原装。 因为基础是侧面硬底,要求被攻击的面要减小,所以不能正面,所以侧面硬底。 素顺,也是立正站好,凌神定义。 少膝再往外,拿一个角的宽度。 这个部分又像钉,又像扒,所谓叫钉扒步。 小虎放松 胸脚没含蓄 跟健身装的要求是一样的 然后拿起来 前也手心向内 手指向对 前手的手心 和前脚的脚心 要求在一条垂线上 另外还要求不能 前手不能超过脚尖 超过脚尖就失重了 后手 放在后面的胸大肌左右 高度差一个拳左右 前手高后手的力 脖子向前手方向拧 眼睛通过前手骨口往前看 目光内敛 外形 是这样的 异拳 它的训练的核心 在于它的内在的力量的培养 也就是精神甲介 精神甲介的内容 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站好这桩 叫设想抱着一棵树 当然这棵树不是咱们 生活当中所见到的树 而是要求和咱们 环抱这个形状 以至于小腿 小腹 胸部 甚至于脸 还有这个空间 是相弥合 相吻合 这么一棵树 有了这个感觉以后 我们要初步做增加意念活动 在什么地方 使身体所有和树接触的 这些部位 往前推这个树 往前推 推不动啊 有点意思就行了 拉拉不动 想把树皮整个给张开 也张不开 再给它挤一块 也挤不动 我们要求呢 这点要求 首先 用意不用力 有思想活动 一想就行了 想抱这个树 想就行了 不要再用力了 我们很快呢 就做到了 意到力到 思想意到活动 马上就感觉到 有需要这么多东西了 训练的结果 达到第三个目的 是意地不分 真正我们在 做散手也好 或者与歹徒搏斗 或者在自卫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么多要求了 意地都不管它了 第二个阶段 也是同样的意见活动 就增加了新的内容 比如说啊 刚才呢 是有意识地 推 拉 拔 合 重 起 现在呢 是把它打乱顺序 打乱顺序的意思呢 就是为了适应 就是为了适应 实践当中 计计的需要 因为计计不可能 时间设计好 一定的顺序来完成 我动作呢 做得稍微大一些 实际上 训练的时候 动作小 怎么说打乱顺序呢 刚想往回 扒这处 刚就扒这往前撞 刚又往下一压 就赶快 扒开 一合 一拉 就把这整个顺序 拉推上下 所谓的六面立 把它搞活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进一步 要求 是什么呢 是啊 我们在站桩的时候 想着爆拉 好像都做了 也扒了 但是都没做 就属于一种 模糊状态 这个状态像什么呢 像足球守门员 在守门的一瞬间 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 是吧 这就接近实战的要求了 当然 练功练到最后 按照老前辈的说法 就是权无权 意无益 无权无益是真意 真正在实战当中 靠的是平常训练的本能 训练的功夫 就不能考虑这么些东西了 训练是有的要求的 一拳 讲究呢 大动不如小动 小动不如不动 不动之动 才是生生不已之动 这里所强调的 是不动之动 站桩是相对的静止 相对静止 不是真不动 要在不动当中求微动 思想活动求微动 在微动当中求速动 虽然看着外形 好像是静止的 实际上内活动 是相当紧张的 所谓伸松易紧 所谓伸松易紧 这是左势 右手在前 右脚在前 左势 这为是右势 右手在前 左脚在前 击机装 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 因为有时候战斗 是采取正常姿势 有时采取低姿 所以在战装的时候 还要求做大步装 所谓大步装呢 在原有的基础上 在原有的基础上 稍息 拿出一个脚的宽度 这是正常的装法 然后向前 再迈出一步 这个步子不能太大 全法讲究呢 不大不灵 这个呢 这个步子 我们随时 就像打篮球一样 随时能前进 随时能后退 要求这么个距离 动作放大 其他要求 跟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动作开放一些 特别要注意的是 在低姿战斗的时候 顶颠入献剂 这个要领更要强调 因为有句话说 低头猫腰 学艺不高 尤其在实战当中 这个状态是要不得的 不管多低 接着头部要放顶 要准备迎低 说这个是这样的 大步庄的要求 也是 左要站一下 右边站一下